它这个细胶耳瓜的设计不会太软或者是过硬 算是打到一个相当好的平衡点 经过实际的运动使用一阵子 确实有相当不错的使用体验哦 哈喽大家好我是铁巴 相信大部分的朋友在挑选无线奶昂耳机 除了好音质、降噪、续航力以及外观造型之外 如果刚好跟我一样喜欢运动的话 都会希望我们佩戴的耳机啊 除了有刚刚前面所提到的功能之外 最重要的还是要有稳固的佩戴 才可以让我们运动过程中啊 不会因为过大的动作啊因此来掉落 那为了证明我多怕学生配件的掉落啊 给大家看一下我的眼镜 我都会在眼镜上面多加装这种耳挂啊 这样子我在运动的时候 眼镜才不会因此来掉落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无线奶昂耳机呢 就是因应的运动防止掉落这样子的主题 让我们运动使用起来可以更加安心哦 它就是来自MOSTER这个品牌的DNAFIT 耳挂式主动动造运动耳机 从外包装就能看得出来 它在耳机的本体上设计有耳挂的结构 就是要让我们佩戴着的运动啊 可以更稳固 不用担心它会脱落哦 好的那相信大家最想知道的 莫过于这款的耳机 它实际使用起来的效果 这个没问题哦 稍后会有实测的变装给大家 那照惯例呢 要先帮大家确认一下 DNAFIT它原厂标配有给我们来写的东西 OK我们将它拿出来 可以看到包装非常的高级感啊 首先进入眼镜的是MOSTER DNAFIT 它专属使用的充电仓 非常的美式硬派的感觉 上面的logo呢 是金属刻印的设计 加上整个包裤 Letscaver的那种编织材质的风格啊 拿起来手感非常的好哦 接着来咯 我们打开充电仓 就可以看到DNAFIT本尊啦 整体的外观是三角形 搭配富有弹性的细胶耳挂设计 它这个细胶耳挂的设计呢 不会太软或者是过硬啊 算是打到一个相当好的平衡点 相信不同耳朵大小的使用者呢 都是可以来佩戴没问题哦 那接下来这一盒呢 就是原厂提供的配件啊 里面有Type-C吐锡的充电线 而且啊 它还有附一个转接头 那我们如果是Type-A孔的充电器 也可以来使用 我觉得它这个充电线 有附转接头真的非常贴心啊 一般市面上都只有单一规格 C吐锡或者是C吐锡而已 而且不止如此啊 更贴心的配件来咯 有没有 真的超级夸张啊 联统耳机本体 还额外提供的 11组不同size的细胶耳塞 一共有12款size的耳塞 Range非常的广 相信大家一定找得到 DNA FE这款LINE耳机它的续航力的部分 单独耳机使用的话呢 是拥有高达8小时的续航力啊 相信可以满足我们一整天使用完全没问题 那如果再搭配充电舱 可以将整理的续航力拉长到34个小时 并且呢 耳机本身呢 只要充电15分钟啊 就可以再度拥有一小时的续航力哦 几乎可以说是我们一整天外出啊 不论是旅游啦 或者是运动 都不用担心它会使用到没有电的窘境哦 那充电舱它本身要补充电量的话呢 有的耳机它的充电舱啊都要充很久 就会浪费我们很多的时间 所以DNA FE是设计有器无线快充 直接将它像这样子放上充电板 就可以开始进行充电 而且只要充1.5小时啊 就能将充电舱充满电 这样子拥有无线充电的设计呢 让我们充电起来就可以更方便哦 OK那既然是耳机嘛 我们就会使用它来听音乐啊玩游戏 所以相信大家会蛮care它在音质部分的表现 DNA FE呢 它所采用的是比同级耳机大快要2倍的 13mm大洞圈单体 并且支援APTS Adaptive解析格式 让我在聆听音乐高音的部分呢 赶紧停息不报音 重低音嗨歌曲的部分 更是融入了Master魔神品牌 经典的出框美式音调 也有更震撼的重低音音状表现哦 这个部分呢 经过我一阵子实际的使用啊 在健身房佩戴DNA FEAT 聆听播放我喜欢的音乐来进行训练 加上耳机它高音质的加持 可以让我更有power运动表现更棒哦 那说到在健身房使用耳机的话呢 通常我是习惯开启环境通透模式 让我比较能注意到环境周高的情况 那如果要切换模式的话呢 只要按两下机身上面的三角形按钮 就能在普通模式 环境通透 ANC降噪 这三种模式之间来进行切换 并且呢 它是设计成实体的按键啊 不是那种触控的哦 就比较不会有误助的情况发生 那说到按键的话呢 它这边还有一个小小细节啊 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设计 就是在三角形的侧边呢 不论是左耳右耳都设计有一个按钮 可以让我们直接来控制音乐的音量大小声 不会像市面上别款的蓝牙耳机啊 都是单边控制声音变大 那另外一边的话来控制声音变小 如果习惯单耳配戴使用的朋友呢 使用起来就会相当不方便啦 所以它两耳都有配置 可以单独来控制音量大小声的按钮 我真的觉得非常不错哦 那至于ANC主动征兆模式呢 我在家中无可能玩游戏啦 只要更专注的情况之下启动 DNA必胎的降噪呢 采用了9226组的高品质麦克风 可以更棒的来抑制 准转15db的左招环境噪音 那反过来说这6组的高品质麦克风 也能让环境通透模式的效果 有更好的表现哦 这个部分我在玩游戏的时候啊 开启ANC 不论是玩赛车游戏 那个超宝引擎声的声让 或者是死士对战游戏啊 ANC加上13mm大动全单体 都可以带给我更震撼的音效啊 让我有超棒的游戏体验哦 那最后呢就是还有一些小细节啊 包含蓝牙耳机它的连线速度啊 防水防程能力 相信我的使用者会蛮care的啊 这边我也帮大家实测一下 首先是蓝牙连线的部分 DNA必胎采用了蓝牙5.2的技术 连线速度非常的快速稳定啊 可以看到从充电商拿出来 马上就能连线 相当的迅速啊 接着我们来看到它的防水能力 DNA必它配置了IPX5等级的防水能力 那我们在运动中呢 可能会有流汗的情况啦 使用起来可以更放心没问题哦 好的那如果大家最近有打算替自己增购 新的无线蓝牙耳机 那是比较常运动啊 需要使用怕掉落的话呢 推荐这一款来自Master魔神品牌 他们家新推出的 DNA Fit耳裁式主动降噪运动耳机 经过实际的运动使用一阵子 确实有相当不错的使用体验哦 那如果大家对于DNA Fit也有兴趣的话呢 我会将官方最新的购买优惠资讯啊 放在我影片下方 大家可以去点来看看哦 OK那今天影片就在这边结束 非常谢谢大家收看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那我们下一期影片见哦 谢谢大家 拜拜